全国五个州署和三个联邦直辖区 从今天子夜开始正式启动行动管制令 进入了大封锁时期 警方在全国各地设下了超过300个路障 并严格执法确保民众遵守防疫指南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阿多哈密表明 后天前还会斟酌处理民众的跨州申请 以免有人受困外州 无法返回工作岗位或家园 不过前提是需要取得通行证才可以跨州 行动管制令2.0正式上路全面封锁防控疫情 不过趁着年终和年初假期旅行或探亲的民众 或许措手不及赶不上最后一班车 回到工作岗位或住家 对此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阿多哈密 促起民众无需恐慌 只要在这个星期五之前 所有受困外地的民众 依然可以开车或乘搭公共交通返回各地 警方会心事酌情全放行 saya dipahamkan terdapat ramai keluarga yang berada di luar kawasan rumah mereka mereka mungkin berada di negeri lain untuk bercuti ataupun membuat lawatan kunjungan kepada saudara mara mungkin mereka terperangkap besok mungkin mereka terperangkap besok saya telahpun mengarahkan mengeluarkan arahan supaya semua petugas di bawah sana buat hari pertama dan kedua untuk menggunakan budi bicara setinggi-tingginya bagi membenarkan mereka yang benar-benar terperangkap untuk nak balik ke rumah masing-masing dimbenarkan mereka balik 同时警方也动员 4万名警员 在5个州数和3个直辖区 设下超过300个路障 主要设置在收费站出口 和横跨2州的道路 关键领域工作者在跨州时 也可以出示雇主发出的信函 警方会给予酌情 允许相关民众同行 对于会否加重违反 标准作业程序的1000令吉罚单 阿都哈密表明 交由政府决定 但如果民众重罚之后不满意的话 也可以向警方提出上诉 目前警队全面冻结假期 召回休假的警官警员 确保有足够人力前往前线站岗 和监督民众遵守防疫措施 有对于届主要人力前往前线站在一起 但是有关键监督和银库的 对于届主要人力前被下宫